這個對這個對 OK各位 這一集雅瑟士呢 也會在片尾做一個抽獎的活動 所以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然後去參加抽獎哦 YOW 哈囉 各位歡迎來到立昂TV 那今天這一集因應的這一次法網的到來 那我們也是一樣在紅塗上面拍攝 那今天要教各位什麼 今天要教各位如何在紅塗上面滑步 並且用滑步的這個過程呢 教你如何像職業選手一樣 在紅塗上面滑步之外 然後加上救球 好那等一下呢 我會請一位特別來賓就是Sonic 他周教練 然後他也是台灣的C級教練 然後呢來演示一下學生 學習一下什麼去滑步 並且呢我們會運用一下滑步的這個場景 運用救球滑步的場景呢 來跟各位示範怎麼樣去學滑步 OK 那我們趕快來開始吧 好 OK各位他是Sonic 這是MG的嗎 OKOKOK 好OK那現在我們在中場這邊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網球中場這樣 很多大部分職業選手在救球的時候呢 都會從底線跑到中場這邊來 包含你們業餘球友呢 會救短球的時候一定會從底線 衝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從這邊來演示這樣 OK那我們現在學習一下什麼叫滑步 好Sonic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滑步長什麼樣子嗎 就從這邊滑到這邊就好 這樣 對從這邊滑到這邊就好 OK 好 欸其實還不錯 可是我要演一下 你不要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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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好Go 喔對對對對對 這個呢就是大部分正常人 都會的滑步 就是他們到一個點之後 就啊 這樣滑掉 OK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演示一下好了 第一個正常滑步呢 你看 為什麼我滑得出去 因為 我的重心 我的腳 在外面 你們看到我的腳打很開 那一般人會滑步滑到卡住 就是 他們的重心超過了他的右腳 所以他們會這樣 啊 Sonic你再滑一下 那個 那個 失敗的滑步 沒問題 OK 好 OK對對對對對 那我們應該在滑步的時候 注意什麼點呢 我們應該把我們滑出去的重心 放在這一側 我們腳的內側 OK 所以我應該是說 你看我 你們一個很好練習滑步的方式是 你站在中間 你把你的腳這樣滑出去就好 你可以滑越開 就代表你這個 重心轉移是越對了 好 你看這樣滑出去 OK 那如果你的身體 倒到右邊的時候 你的腳根本就不可能滑出去 所以呢 滑步就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呢 應該要先去感覺怎麼樣從這邊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當你這個動作 滑出去越順的時候呢 你的滑步 會越來越順暢 OK 好 那我們的腳應該在怎麼位置 我們腳呢 應該要指什麼位置 你看喔 我的腳應該要指著 45度腳的位置出去 OK 你看 我這樣滑 45度腳的位置出去 包含我在跑也是一樣 喔 這個就還不錯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會滑很多 那 切記 為什麼要45度腳 因為 你在打正拍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去打 如果你的腳 直接面對著那邊 你就已經太過側身了 你身體就對不到前面 OK 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 跑出去 45度腳 好 回來 跑出去 45度腳 好 回來 有看到 有點對著這個竿子的感覺 好 Sony肯你來滑一次 Sony肯你先示範一下 你剛剛 卡住的滑步跟 之後的滑步 好不好 卡住的滑步一定是 重心 對對對對對 那怎麼樣出去呢 好 你滑滑看 再一個 對 OK我會希望他的身體 不要往前傾那麼多 因為當你往前傾那麼多的時候 你根本 沒辦法去揮牌 OK 所以應該做的是 你身體應該是要直的 然後 就這樣滑出去就好 OK嗎 可是他剛剛是這樣 然後是 這樣子 那這樣子就會 有點的卡 OK 好你再一次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子你們看到 這個就漂亮很多 然後這個可以維持你重心的轉移 就包含你在 抽球或是救球的時候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 OK 那個這個是我們滑步的基本概念 那一般人呢 不太會滑步你可以從 我剛說的 立正 慢慢的滑出去 再回來 慢慢的滑 當你這個滑順了之後呢 OK 你可以跑 滑 然後回來 慢慢的跑 滑 大部分職業選手 都是可以兩隻腳 右腳滑 左腳也可以滑 OK 他們右腳滑 左腳也可以滑出去 但是呢我覺得 業餘球友 我比較建議 你就先用一隻你比較有力的腳 去滑 比如說你是右撇子 或是右腳比較有力 你就用右腳 出去找那個球 OK 那包含反拍也是一樣 也是 都是用右腳去滑 那這樣子呢 你的動作會順比較多 OK那等一下呢 業餘球友可以用 這種訓練方式來訓練 我們會在場地的右邊拔一顆球 你可以擺前面一點 我會希望的事情是 你站在中間的地方 不管你站在底線 或是站在中線 你都滑出去撿這個球 或是你不一定要撿起來 你滑出去摸一下 然後回來 這樣子 算一次 然後這樣子 算兩次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練滑步 再一次 好 OK 好了 Sony我們來看看吧 這個業餘球友很久 很好的方式 對對對 然後回來 對對對 然後回來 我覺得Sony個 不愧是周教練 OK 好 那你做一個失敗了 哈哈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取一個不會滑步的人來練 哈哈 對對對 那大部分的人會這樣子是因為 我剛說過了 你的重心應該要在你的腳的 你的腳的內側 所以你這樣滑出去 有沒有看到 重心在這裡 阿你重心在外面 你就會 跌倒 OK 這個是第一個方式 這個呢你可以這樣 好 滑 摸到回來 可以摸個差不多十次左右 等一下就會換第二個 這個第一個訓練方式 定點救球 定點 好練習 等一下的是有拋球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Sony可能會跑出來 我會丟過去 他 滑步接到之後再丟回來 然後再側並步回來 OK 好來 預備喔 好跑出去 滑 對對對 再來 成功的 對 這樣子就順很多 好 成功的再三個 對 好 再兩個 好 最後一個 OK 這個訓練 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練十組 OK 剛剛Sony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 他是到球的時候 剛好滑 再丟回來 好 我們到球 好 好回來 但是呢 這個接到球 會離身體比較近 等一下我們在用球拍打球的時候呢 盡量離 好 放 把球拍的位置去滑 OK 所以我們要離一步的距離 好 你看 OK 這樣回來 OK 這樣回來 好 所以等下你們拿球拍的時候呢 我會希望 增加一個一步的距離 一個球拍的距離 再去做 回拍會比較好 等一下呢 我們會訓練救球 因為這是 每個人都可以去用到的東西這樣 然後救球有一個點就是 我剛說的 你滑出去的時候 你要隔一個球拍 OK 然後 救球怎麼救 救球呢 握菜刀 然後 把球 輕輕的推到 你想要去的位置就好 很多人在做 做救球 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他手腕動太多了 這樣子 有沒有感覺就很不專業 OK 你看喔 他們這樣 用手腕救 不OK 但是如果你整個手臂這樣推出去 像我們在打平擊一樣 推出去 有沒有看到這個動作呢 就專業多了 為什麼 因為 手腕不用動 手推出去 推到你想要的方向就好了 包含我們在救 斜對角的時候也是一樣 推出去 推到斜對角 這樣子呢 不僅你的動作 可以像職業選手一樣 你的擊球也可以更穩定 OK 那怎麼做呢 我們放到屁股這邊來 往前這樣推就好了 然後你記得你的拍面 不要亂轉 不要亂轉 推出去就好 好 推出去就好 救球的時候 推出去就好 OK 來 我們示範一次 來喔 對 好 那你可以再提早一點滑 提早一點 對對對對對 看到 Sony的那個 手就很好 不愧是我們周教練 OK 好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滑出去的時候 你的右腳要去對球 你的右腳呢 要去對那顆球 比如說球在前面 右腳要過去對他 球在後面 右腳要過去對他 就是你的右腳滑出去的時候 要去找那顆球 這裡有三個不同的點 OK 滑過來 滑過來 或是滑過來 都是用你的右腳 出去頂他 OK嗎 這個呢 這個呢會讓你的 尋找擊球點的過程更加順暢 再一次 滑 對對對 然後回去 這樣 好 很好 對 你的腳尖要去對那顆球 OK 好 這個呢 是滑進去 打球 的步伐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第二個 第二個東西是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職業選手 他們 打完之後 才滑 才回來 OK 你們一定有看過 為什麼 因為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定是 球很歪 你沒有辦法滑進去打 你只能先 打到 才滑 但是 我會建議 大部分 如果你想要 把滑步練好的 選手呢 我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 比較適合出街球友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就是你只要打到球 滑回來就好 這是比較出街的 比較容易去掌握 但是我還是建議 像我們第一個一樣 滑進去打 OK 所以我們要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 滑進去打 第二個呢 打完 真的很歪的球 你才能 打完再滑 那 這時候你打完再滑 你的那個滑步 就不是太重要 那個滑步 就只是幫你 回來而已 幫你回味而已 我可以問問題嗎 嘿 你問問看 好 等一下 好 好 你要問問題嗎 那我今天如果滑出去 跟沒有滑出去 這兩個差別是差在哪裡 你是說 在救球的時候滑嗎 對 比如說我今天 嘿 我直接做動作 OK啊 我今天如果打完之後 是 滑出去 嘿 那跟我打完之後是 滑步 嗯 你是說打完 你說打完 然後跑出去 你說不滑步的話 跟你打完滑步的話 跟你打完滑步的話 的差別是 我先把它夾好 你看喔 譬如說那個是我們 單打線嘛對不對 我們在打一場比賽的時候 你打完跑出去 那你另外一邊怎麼辦 因為這是我們 紅土球場的特性嘛 紅土球場的抓地力 不像硬地那麼好 不是像硬地 喔這樣 一步就可以馬上回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 我們打完滑完 喔 被那個先滑到 這可以放那個NG片段 我們應該說的是 打完滑到 然後回來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 打完然後跑出去 喔很遠 跟第二個 打完 然後回來 這樣子 我們的那個球場的 防守範圍 你另外一邊的 空檔會變小 然後你也會比較好 回味這樣 那我們來做一下 滑步救球 第二種方式 就是你打到 再滑 你碰到球之後再滑 啊我球會丟比較遠 OK 那兩個步驟都要會 因為不是不一定什麼時候 你會用到這些滑步 所以就是歪的球 真的救不了的球 你可以先打 再滑 那真的 打得了的球 就先滑進去打球這樣 OK 那這種球呢 我們會建議 比較遠的時候去做 OK 那我等一下球會泡比較遠 大概在這裡 OK 那你就是打完再滑就好了 OK 好預備 GO 對對對 對對對 再來 你要回遠一點 這個就是比較近的球 就可以直接滑進去 對對對 然後你就可以趕快回來 GO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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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到球再滑 對 遠的球你打到球再滑 喔這個帥這個帥 我們Sonic 喔好球 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累了 OK 太棒了 好 你累了是不是 我先總結一下他好的地方 他好的地方是 你看 歪的球嘛 你要先設定好 你到底是要打到球再滑 還是 滑進去打 那相對於比較簡單的步驟呢 就是 你打到球再滑 那他有一個很好的點是 他 先專心的把球 控到他要的方向之後 再去做滑步這個動作 那 這個動作呢 比較不會 失誤 OK 然後這個動作的穩定性 也會相對高這樣 好那你覺得 你做完這兩個訓練滑步 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 比較會去注意 腳的方向性 以及到底是什麼時候 該滑出去 還有我的重心的轉變 因為我以前 大一的時候在打球 那時候才 剛回來打球沒多久 然後那時候去打紅塗的時候 都會有點卡卡的 然後我在紅塗上面移位 就滿慢的 OKOK 那剛剛應該有幫助到你說 去了解到什麼時候要滑 什麼時候不該滑這樣 我覺得腳步的 你腳尖去指定那個球 這個滿有用的 再加上你重心要注意一下 這對一般球友來說 我覺得 滿有幫助的 就是大部分業餘球 只要學會這兩個步驟 就 應該就是對你們的幫助 就會滿大的這樣 OK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Sonic 周教練的參與 那他自己有一個 YouTube頻道 還有一個IG帳號 你要不要宣傳一下 我的YouTube頻道叫 Sonic來怕網球 然後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一些 打球休閒的東西 然後沒有像他一樣 比較專業的訓練內容 那如果想看一些 休閒網球的話 然後開心的打網球 可以來我的頻道看 然後我也有IG帳號跟FB 大家都可以去搜尋 OK那我會把他的IG 還有FB連結 放在下面 然後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看這樣 OK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話 記得去我的FB按追蹤 就有YouTube按訂閱 如果你又任何有網球 問題就是好的主題 歡迎來信來訊跟我們說 我們下集見 See ya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抽獎啦 那這一集的活動呢 亞瑟市準備抽出三頂球後 EGA比賽款的帽子 OK那如何參加抽獎呢 本次的抽獎也跟之前都一樣喔 第一個 一樣加入亞瑟市台灣的IG帳號 第二個呢加入利昂的官方LINE帳號 之後的抽獎事宜也一樣可以在LINE上面討論 第三個呢在本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 本支影片你收獲最大的地方 以及你最想要看到我出什麼樣內容的影片 你想要怎麼表達都可以喔 沒有限制 那活動的截止日期為 2022年的6月12號 晚上10點整 中獎名單呢 我一樣會放在這支影片的置頂留言 也會在我的官方LINE呢 群發訊息給各位知道 OK那包含上一集月亮球的抽獎活動 到法網結束前都還在進行喔 這兩支抽獎影片呢都可以一起參加 那就祝各位中獎囉 我們下集見 See ya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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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下集中要記得 一下子抽獎 薦刀 你的金色 我看到了 按二人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搞定很難怪